所以我在回来前吃了很多东西 欢迎收看小高 我真的吃了很多很多东西 因为知道回来就要开始减肥了 镜头前的全红蝉笑着说 肉眼可见的脸颊圆润 带着点孩子气的脚霞 这是全红蝉在结束休假 正式回归国家跳水队后 接受采访时的画面 两个月的休整期 对于这位年仅17岁的奥运冠军来说 是难得的放松和调整 没有日复一日的训练 没有赛场上的紧张刺激 她可以尽情享受美食 和朋友家人相聚 像每个普通女孩一样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近期 中国跳水精英队伍已在北京集结完毕 其中包括全红蝉 陈玉希 及昌雅妮等奥运金牌得主 他们正与其他队员并肩训练 为接下来的赛事密集期积极备战 引人瞩目的是 跳水行星全红蝉 在央视镜头前的亮相略显不同 她的身材相比奥运时期略显丰满 体重有所增加 这一现象自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与讨论 为何其他队员体态保持较好 而全红蝉却出现了明显的体重增长 有人担忧 这样的状态是否会影响 她未来的竞技表现 尤其是在控制水花和动作难度上 的确 跳水运动员的体重管理至关重要 正如全红蝉的昔日教练陈若琳所言 每增加一斤体重 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来保持竞技状态 面对这一挑战 全红蝉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成熟与自知 她深知减肥之路不易 将严格控制饮食作为首要任务 在假期中 她享受了美食的慰藉 但也深知回归训练后 必须面对的挑战 全红蝉的这份坦诚与可爱 令人动容 作为正值青春期的运动员 她难以抵挡美食的诱惑 但在国家队的严格要求下 她已准备好迎接减肥的挑战 对于关心她的粉丝而言 无需过分焦虑 因为全红蝉作为奥运冠军 拥有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 她定能在国家队的支持下 克服难关 恢复最佳状态 与此同时 陈玉希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她表示 在假期中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与放松 接下来将全力以赴投入训练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陈玉希的目标不言而喻 那就是在奥运会上击败全红蝉 夺得金牌 完成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然而 伤病成为她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我们衷心祝愿 陈玉希和全红蝉等跳水队员 都能保持健康 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追逐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最后 我们期待全红蝉能够尽快调整状态 恢复到奥运时期的轻盈与灵动 以更加出色的表现 回馈观众与粉丝的期待 同时 我们也希望陈玉希等队员 能够保持竞争力 共同推动中国跳水事业的发展